是传统的 一切的 在家里面 有没有看到 宝山国小校长严浩毅 询问学童布隆族婴儿记的举行模式 展现混零实验教育的推动成果 这样将布隆族文化与正规教材 融合的教学模式 学生都很喜欢 上课班你喜不喜欢 喜欢啊 为什么喜欢 我可以那个念母 透过就是三年级的第二单元 跟四年级的第四单元 来进行诊编 让孩子们更了解 我们自己部落里面的祭典仪式 有相关的我们就融在里面去 特别要让孩子更学习在地的课程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制编的课程 但宝山国小混零教育事办三年后 考量到家长担忧孩子的学习成效有限 以及教师课程安排的难度 日前校方决议不再续办 因此教育部委托 政大实验教育推动中心 来到宝山国小访试 实地了解校方混零实验教育三年成效 以及难处 我们在全省其他地区 我们还有另外四间公立的学校 做一些转型做实验教育 其实他们的成功经验 我们也想来这边带过来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们了解看看哪些地方 是我们做得不够的 我们再努力 如果觉得有些地方开始沟通的 我们希望可以再沟通看看 其实混零教育的实施 让宝山国小留住学生 从2015年的10人增加到目前有18人 学生的学习意愿也有提升 但对于校方的决议 教育部表示尊重 也希望协助校方找出 因地制宜的教学方式 未来107学年度 校方将规划以沉浸式教育 创新教学来符合在地学生学习 人家怎么赚 打给我高雄桃园采访不到